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们今次做一个瑞士卷 我们准备的材料有 蛋白4个 蛋黄3个 低筋粉70克 牛奶35克 糖分了两碗 这碗是糖霜 大约20克 这碗是30克 普通菜油就可以了 这碗是25克 首先把蛋黄拌均匀 把蛋黄拌均匀 然后加入糖霜 这是20克的糖霜 即是糖粉 拌均匀 把蛋黄拌均匀 然后加入奶 也是拌均匀 好的 我们将它拌均匀 加入奶 也是拌均匀 拌均匀 加入低筋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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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低筋粉已经拌均匀了 加入低筋粉 然后拌均匀 将蛋漿和粉混合 我们继续拌均匀 然后将蛋黄拌均匀 然后将蛋黄拌均匀 已经很均匀 很滑 这个时候加入菜油 也是拌均匀 加入菜油 现在将蛋黄拌均匀 现在将蛋黄拌均匀 这些蛋黄拌均匀 这些蛋黄拌均匀 首先拌均匀 拌均匀 好 好 好 拌均匀 就可以加第二次了 好 好 第三次 就这样加上去 打均匀 打到它 硬身 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差不多完成了 好 这些蛋黄拌均匀 什么叫企身硬身呢 就是这样 将它倒转 都不会掉下来的 蛋白 不会倒射 这就是完成了 这个蛋白 蛋白又打好了 我们将它 大约三分一 到这个蛋黄拌均匀 然后搅拌均匀 轻手搅拌均匀 轻手搅拌均匀 OK 那我们就搅拌均匀 第一次了 将它 这些蛋白全部倒下来 这里 一次过这样搅拌 我们先搅拌均匀 先搅拌均匀 将它混合 我们的蛋糊就搅拌均匀了 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倒下这个 焗盘 我已经铺了一张牛油脂了 倒下来 好 然后呢 就将它 刮平它 好 刮平它 刮到好像焗盘的形状 我们已经 将它刮平了 好 那我们呢 就将这个盘 这样 烤两下 让它拌均匀 那些大泡泡出来 那里面就会滑一点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 拿去烤炉焗了 那我们就用170度 烤它18至20分钟左右 我们大约烤了几分钟了 它已经开始浮起 很厚 表面都很滑 ok 那我们 再继续烤好 那几分钟去吧 ok 那我们的碎事件 焗好了 好 那我们呢 铺多一张牛油脂 在它的表面 然后这样拿上来 将它反转在凉架上面 然后呢 然后呢 就将它 这些纸 撕了它先 撕了它出来 将它撕了 底纸出来先 然后呢 又吸回去 然后呢 就现在开始 让它放涼了 ok 吸回去的作用呢 是让它不要那么快收缩 好 好 ok 等个蛋卷冰的时候呢 那我们先做这个cream 那这个 doublecream 或者toppingcream 就磅了180克的 那这个糖霜 15克 好 我们将它加下去 接着呢 就用打蛋器 打均匀它 那不可以打得太过硬身 的软身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呢 就用慢速来打 不可以太心急 啊 因为它很快就会稠身的 所以呢 不需要打得太久的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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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已经开始差不多结身了 好 我们要关机了 ok 差不多这样的程度 我们就可以了 那如果暂时还没用呢 我们可以放入冰箱冰箱它先的 ok 蛋糕呢 就放凉了 好 用刀割得太深,只割幾下有紋墓 捲的時候,它就照著這些,摺下去就不會斷 這個時候就可以擦忌廉 好,我們開始擦忌廉 把它擦忌廉 擦平就可以了 好,我們現在開始捲了 小心一點,首先把這個紙拉起 然後在這裡慢慢壓下去 慢慢壓下去 然後就一直捲 小心一點 一邊捲 將紙拉上來 這樣一邊捲 一邊捲下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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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蛋糕就已經捲了 完成了 放進冰箱裡 放進冰箱裡 冷凍後才會好吃 OK 蛋捲已經捲好了 好,我拆出來 給大家看 我捲出來的樣子 就是這樣 所以 現在 要捲好腿 然後放進冰箱裡 把它捲涼涼涼 然後冷凍 就可以吃了 OK 好,我們的瑞士捲已經完成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試 拜拜 拜拜